开辟智慧 获得光明神 必赛诸沃道 通达善区门 善区门里头 第一善区 就是极乐世界 我们看念老的周期 前面的两句 开辟智慧 获得光明神 言之左右就是极 顾常以言代表极 这个极就是我们看法 对人生的看法 对宇宙的看法 对世处世界一切乏的看法 独家节 常语 佛经里面 常常用比喻说 般若如墨 虚度如麻 六度六波罗米 六波罗米里头 般若波罗米最重要 那为什么呢 它是智慧 七余五度 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这五种 如果这五种里头没有 剥弱智慧 所修的是佛报 人天佛报 如果有智慧 有智慧是什么 你修前面五度 不执着 修五度的下 就是说 不失 我不把不失 放在心上 不失完了之后 心地清新 不放在心上 这是佛罗 持戒 也如实 持戒 不做持戒的相 执着就坏了 分别就坏了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忍辱 也如实 精进禅定 统统如实 这里都有佛罗 那就是菩萨 那就是菩萨所修的 法门 这六个是纲领 每一样里面 都无量无边 你说不失 无论是才不失 法不失 无为不失 无量无边众生 得不失的利益 做这么多好事 如果放在心上 心就被人物了 智慧就没有了 不放在心上 是智慧 心地干干净净 也称不然 做无量无边功德 这个陈修 成佛 古地上累积的功德 叫急功累得了 是这么来的 我们一般人 通常都没有 剥弱之话 干的事情 还记在心上 还有干的事情 还记出来 找个本子 记出来 那叫功功歌 我每天做多少好事 都做多少坏 不好的事情 记出来 两个做比较 这是什么 断卧修学 初步用这个方法 用熟了之后 就不能用了 为什么 要神机 这是小学生做的 到大学生不要了 到菩萨不要了 菩萨断卧 不做断卧的想 修善 不做修善的想 心底永远是 清净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这是菩萨 所以这个比喻 比喻的好 宗门长云 宗门禅宗 禅宗里都成熟 参方 须具参方也 看交 须具看笑也 看交也 世界一言 表薄弱之震间也 这个言 就是薄弱不老 参方 是参数 就是 参方 高人 向他请教 你遇到高人 你要没有知会 通通坐下 那么高人对你的开始 对你的说法 全变成知识 为什么 不开悟啊 你着想了 如果不着想 非常可能 几句话当中 豁然大悟 为什么 特性倾尽 平等 居耳不靡 所以就 参方言 就是 薄弱不老 这是参数 就是 求教于 高人 下面呢 这是赐予等 看教 教师 经教 看教 就是读经 看经 读经 看经 要没有定会 不会开悟 所以看教 我们讲吧 读经 为什么要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这就看教 一门 你的注意力 集中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它是修定的 一天 看八个小时 十个小时 像看大街 花园 一天看 八个小时 看一遍 要多久呢 差不多要 二十天 二十天 看一遍 一天看 八个小时 到十个小时 精力分量大了 九十九卷 如果 要不着想 不把他放在心里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心地呢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你问他 他什么都知道 你不问他 他什么都不知道 确实如此 他得定 这个定 叫华严三昧 他是 看华严经 修定 那我们现在看 无量寿经 修定 我们看 华念族老句寺 诸诸 也得定 叫念佛三昧 这是念佛法门 三昧 臣 心地干净 智慧 见见透 不定什么时候 碰到了 大迟到 就民心见信了 民心见信 就毕业了 就成佛了 所以这是要有 看教义 看教义 简单说 我们也常常说 不分别 不知足 不起心 不懂你 这叫看教义 阿 你 陀 佛 阿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佛 阿 佛 佛